接着就谈不一样的镜子 能够反射光成像就是镜子 平面的叫平面镜 那凸起来就叫做凸面镜 凸面镜呢会呈正立缩小虚像 凸面镜的成像其实都是正立缩小虚像 然后虽然东西变小了 可是可视范围会变大 所以它的一些应用就是应用在它的可视范围会变大 可以看的范围会变大 OK 要凸面镜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汽机车 我们的弯道床边有放一个镜子 这都是所谓的凸面镜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可视范围变大 你可以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视角 可以注意到你跟你垂直的地方的那个向道 有没有车子出来之类的 所以它都是利用它的可视范围会变大 做凸面镜的应用 凸面镜 凸起来叫凸面镜 凹下去的叫做凹面镜 凹面镜的成像比较麻烦 它在焦点外是倒立实相 焦点内是正立虚像 然后成像会不同 原则上国中不教 有些参考书有写 胜数还看过有人让你去画图 如果你想学想知道OK 没有关系 但是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后面我们就要教透镜 你就可以这样记 凸透镜就像凹面镜 凸面镜就像凹透镜 凸面镜就像凸透镜 凸面镜就像凸透镜 所以凸透镜是会成立放大这样的 凸透镜有导力实相也有正立虚像 所以都一样 都一样 这样你可以当做可以帮助你知道 如果原则上你这样记得就够了 像个大小原则上我们并不讨论 那么有一些化妆镜就做成一个凹面镜 为什么因为它放大 所以拿起来之后 透过焦距的关系 是你一拿起来 正常拿起来都是放大像 可以帮助你看清楚你脸上的一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凹面镜就是 我不知道要不要讲以前 因为你们现在显微镜可能不太一样 以前显微镜下面有一个反光镜 也是凹面镜 因为它要能够使光线会去 然后它变得比较亮 比较亮 OK 这是凹面镜 那有一种凹面镜是我们特别叫做抛物面镜 就是它整个面是一个抛物线 把它转一圈就变成抛物面 抛物面镜 它会有它的特点 我们就是运用这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平行主轴的会汇聚在光线 所以太阳炉把它的光变成平行光 射到抛物面镜上 让它能够在焦点会去 或是它产生高热来做运用 那反光是可以反过来走的 平行主轴的打到焦点 那反过来从焦点打出去的 这个就会平行主轴 平行主轴 比如说探照灯 在焦点上放一个探照灯 打到光就有平行射出去 就可以传得比较远 所以它的运用就是运用这两个性质 一个是平行主轴会去到焦点 一个是从焦点出发的 会平行主轴 运用这些就是它的运用的方法 就把它的运用看一看性下 运用看一看性下 哪些是利用平行主轴会去到焦点 哪些运用是从焦点出发的平行主轴 通常都是我自己发光发出去的 要让光传得远的 就是放到焦点上平行主轴 如果是要收集光线的 就是平行主轴的会去到焦点上 所以把它运用看一下 哪一个是用平行主轴 会通过焦点 哪一个从焦点出发的会平行主轴 看一下知道一下理解不够 那啪啪精就是 这个镜子呢 有一方凸有一方凹 或者凸的很夸张 凹的很夸张 那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形 让你觉得很好笑 跟你们看一样 所谓的哈哈镜 我们上课有给各位看过照片 这些样子 有的会拉长 有的会压扁 变得比较肥胖 都会变得比较瘦长 就是利用他们的成像的状态口 所谓的哈哈镜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 里面积都是正立相等趋向 多面积也只会走向 正立缩小趋向 那凹面镜是焦点外是导力时向 焦点内是正立趋向 那我们国中没有谈大小 没有谈大小 就是我们的不同的面镜成像的比较 先把它的结果记住就可以了 OK 接着我们来看题目 这里的题目都很简单 因为本来教的就很少 内容就很少 探照灯装在哪一个焦点上 平行射出去到比较远 都讲过它的运用嘛 那有这种性质的焦点出发会 平行主轴的就是抛物面镜嘛 就把它装到抛物面镜上面 然后放到焦点 然后反射之后就会平行 所以它就可以传播的比较远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是B 刚刚跟你讲过的 你要记住抛物面的特点 平行主轴的通过焦点 从焦点出发的会平行主轴 了解一下它的运用 OK 这个也是一样 刚才讲过有一些化妆镜 它是用什么东西 然后产生放大的效果 产生放大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方便你使用 二十二 B 几粒 B 多少 B B 凹面镜 我刚跟你讲过的凹面镜是有可能成为放大像的 刚跟你讲过化妆镜用的是凹面镜产生放大像 方便我们使用 简单小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面镜把整个都放在一块 有凹面镜有凸面镜来看看情况是什么 这里的选项里面的叙述没有平面镜的叙述 那你可以把平面镜放过来 因为平面镜也是一种面镜嘛 请问你谁是错的 谁是错误的 你们班是不是现在没有6号 对 现在没有6号 现在没有14号 9号 9号 B 请坐下 凹面镜反射成了什么像 那我们如果用以刚刚讲过的你把凸面镜当成凹透镜的话 它就只有正力缩小虚向 所以呢 放大是错的 正力虚向是对的 放大是错的 还是缩小正力缩小虚向 其他的像那个 像口的反射镜凸面镜 这个有问过 要知道 然后呢 后面的C根就是跟你讲过的 泡物面镜的运用 有的是平行主轴通过焦点 有的是通过焦点的平行主轴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些简单小练习 OK